哈喽各位书名朋友们 这里是吃饭洗澡睡觉都忘不了小说的书虫老和 拿好手机跟着老和一起来盘一盘吧 在凡人修仙之仙界篇的近期更新中写道 轮回店主正面对战古皇道祖 只用一招就把古皇道祖打得粉身碎骨 让他想轮回都没有机会 古皇这下是彻底凉凉了 轮回店主有多强 挑战他的道祖成炮灰 古皇也跑不掉一招被灭 在小说的第1304章中 轮回店主在击杀古皇之前 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也听说过那些曾经挑战我的道祖 都进了轮回或者臣服于我 古皇听说了这个传闻 还敢来找轮回店主对战 他是太过自信了 认为自己的境界比轮回店主高 肯定能赢 就把这当作一个谣言 古皇真是太过于想当然了 就算只是个谣言 能够掌控与天平匹敌的势力的人 怎么可能简单 古皇真是上门找死 综上所述轮回店主的实力 应该是在普通道祖之上 却在三大道祖之下 要是古皇真拼着被天道童话的危机 也要打败轮回店主 轮回店主怕是在死难逃 所以轮回店主才会一直将 真身隐藏在轮回大道之内 轮回店主和古皇真之间 可谓是水火不容 只有一方能够活下来 但是目前而言 古皇真和天庭的实力 强于轮回店主和轮回店 轮回店主想要获胜 就必须要寻求外援 他的优势就在于 能够让道祖摆脱天道威胁 进入轮回 以此来吸引道祖的加盟 轮回店主加上这些道祖 足以与天庭为敌 好了 本次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